大家好 今天就想說一下這個這麼漂亮背景的地方 這條河叫做來欣河 是在歐洲的 這條來欣河在歐洲是十分之重要的 它是歐洲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寒道之一 它是貫穿了好幾個歐洲的重要大國 就是瑞士、法國、德國和荷蘭 這條河一直流出大海 就是去到北海那裡 德國每年有三成的煤、鐵礦石、天然氣 都是經過這條羅因河做運輸的 德國一年生產這麼多產品 它也很依賴這條河 是將產品沿著這條水道 運到荷蘭的綠特丹港口 就由這個綠特丹港口再去運往全世界 所以可以說這條羅因河是德國的一條經濟動物 假如這條經濟動物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 是會嚴重打擊德國的經濟的 因為氣候變化的問題 的確是威脅到羅因河的狀態 現在發現羅因河的水位是逐漸下降 那一旦水位去到太低的時候 其實是對這個航運十分之不利的 如果水越深 當然它的承載力就會越強 所以很多時候水深的地方 都會是有利這個航運業的 那逢是深水的地方 都會比較有利於做一個港口 所以大家經常都會聽到深水說 那這條羅因河呢 當它剛降起上來 是嚴重到什麼程度呢 那我就放一張照片給大家看看 它嚴重起上來 某些河段是可以 出現這種情況 都很嚴重一下 簡直是乾堂 那其實這個情況下 絕對是造成德國政府十分之頭痛的 那其實現在德國政府 和他們那邊的專家 都是主要提出 兩方面的解決方案 第一個解決方案呢 就是在那條河裡盡量修修補補 那如果某些路段是太淺水 那可能石頭就凸出來 於是他們就會 將那些石頭磨平 就不要讓船那麼容易 撞到這些凸出來的石 那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那些水少 就導致那些水力越來越弱 那呢 也都會 有些淤塞的情況 那他們呢 就會派人去 就是疏通這些淤塞的河道 那這個是 第一個解決的辦法 就是 盡量在河道那裡著手 修修補補 而另一個方法呢 也都是大部分人是同意的 就是呢 改裝的船 令到船 更容易在比較淺的河道那裡 繼續航行 而與此同時 他們也都會 安裝一些的設備 那就是探測這個河底的情況 就是當遇到河底的情況 不是那麼順暢的時候 有障礙 那就是 避開它 那但是這些方法呢 都不是說 可以長遠地解決這個問題的 那他們也都開始去研究 就是 將那個綠路運輸去進一步改善 那這個也是 一個其中一個 可替代的方法 但其實 更加重要的呢 其實是要去解決這個 氣候的問題 那 都會明白的 這個氣候問題是需要 全世界 跨政府努力才可以做得到的 單靠德國政府 自己一個政府去做事呢 也是很困難 都明白 但是呢 是不是不做呢 其實呢 都要 多些去提倡這件事 因為我相信 羅恩河 他江巷這個問題呢 絕對不止他這條河 世界上 那麼多一條河 都面臨著 相同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呢 真的要靠大家 那個意識去提高 多些關注 這樣才能夠 長遠幫到這件事 那近年來呢 在金融業呢 我都看到有一件事 比較注重的 就是叫ESG 就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指標 那就是要求大企業 上市公司 去讚寫這些ESG報告 那ESG呢 其實有一個元素呢 就是講這個環境保護 那前期呢 就是會鼓勵一些 基金啊 投資注重ESG的公司 甚至乎我看到有一些 ETF呢 是叫做ESG ETF的 那就是會說 代表那基金呢 是專門投資 ESG方面做得好的公司 那ESG呢 這三個英文字 代表什麼呢 就是Environment 那就是Social 和Governance 三樣東西 亦即下說呢 要考慮這個環境 社會 和 企業管治 三方面的 那說不定呢 前期呢 就是鼓勵大家去這樣做 後期呢 隨時呢 就是說不達標那些 要罰錢都未頂 雖然現在暫時沒有聽到 有這方面的提出 但是說不定 將來呢 有可能這樣做都不出奇的 那所以呢 這一方面呢 那些企業呢 其實慢慢呢 都要做多些準備功夫的啦 OK 那我們今集內容就說到這裡了 下次再見 拜拜